谢霆锋回归家庭,重回张柏芝母子身边,天后王妃失望斑离伤心的。 说起谢霆锋,当年在采访中说过她喜欢传统的女人,最好是那种三步步出规模的大家闺秀,可没想到她最终却娶了性格开朗的张柏芝,因此这段婚姻也是遭到谢贤和迪波拉的反对。 两人在一时脑热的情况下,在国外迅速闪婚,随后两人婚后很快也生下了两个宝贝儿子。 探似一家四口齐了荣荣,却没想到被陈关希事件闹出了矛盾,两人也是因此形同陌路,已经很多年没有一起同框过。 谢霆锋回到王妃身边之后,探似过得很幸福,但是却始终等不到两人结婚的消息。 不少粉丝猜测,两人怕只是炒作罢了,实际两人早已分手。 近日港媒有爆料谢霆锋曾多次夜宿张柏芝家中,每次都是带到隔天凌晨才离开,风之恋怕是已经旧情覆斥了吧? 向来还吃醋的王妃难道能忍得下这口气吗? 有媒体拍摄到王妃拿住大包小包搬离了谢霆锋的爱潮,随后更是直奔机场离开香港,而她的身边始终没有谢霆锋出现。 一切的线索貌似都指向两人早已离婚,如今谢霆锋怕早已回到张柏芝母子的身边。 看来谢霆锋回归家庭,不少风之党都松了一口气,直言这样的结局也许才是最美好的吧。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